各位觀眾,大家早上好。 很歡迎你又回來我這個頻道。 沒錯,我們今天又來到中山五路。 我這段影片是星期日拍的。 如果有跟開我星期日直播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了,我當時就跟大家預告過, 我做完星期日在中山六路結束的直播之後, 就會過來北京路拍攝一條片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我的直播講了什麼, 各種的, 大家可以點一點右上角的I字, 直接跳過去, 看直播也可以。 好,我們回到畫面了。 現在我們在走中山路, 剛剛經過了一個雙層巴士。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影片, 知道那個就是一個觀光的雙層巴士。 很值得去坐一次的雙層巴士。 大家都見到,廣州天氣熱到非常。 早兩個星期, 都還挺涼爽的。 現在熱到飆燕。 大家看看, 看不見到有人穿長袖衣服嗎? 是沒有的。 就算有的人, 都是穿來遮太陽那種。 看不見到, 看不見到有個爸爸, 推著單車, 推著他的兒子。 滿滿的親情。 在這時候, 我想起陳奕迅的一首歌。 不知道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是哪首歌呢? 好, 廢話少說, 我們等等過馬路先。 我們前面這條路, 就是西湖路了。 一路轉過去, 就是西湖路教育路。 好, 我們跟著人群下。 大家都好守規矩。 大家看看, 天氣這麼熱, 所以很多人都要單一把傘才行。 美女怕曬傷。 現場聽見, 很多都是講廣東話的。 又或者共橋, 這一班都是本地人。 不過, 事實上, 過來北京路, 會是多本地人。 如果是外省來的遊客的話, 其實他們少點過來北京路, 他們會更喜歡天河。 因為始終, 怎麼說呢? 我覺得, 始終天河距離地鐵會更近。 如果本地人, 知道怎樣捐捐捐捐捐, 一定會站出去北京路。 比如, 下面的地下商場, 經過五月花, 這些都能穿過來。 但如果是外地遊客, 事實上, 你叫他們怎樣轉, 怎樣轉轉到暈了, 對吧? 我們看到中山五路, 中山四路, 五月花, 對面就是。 一邊穿過就是, 廣衛路, 廣大路。 有看我前幾天那條片, 關於昌興街的, 就是在這裡, 後邊。 我們看到九龍兵室, 其實這個不是正宗的九龍兵室, 我們看到一件寫著, 新概念九龍兵室, 又不能說華人老返的, 因為之前他們有合作的, 大家後來沒有合作了, 繼續用著這品牌, 前面這條路, 大馬斬, 先頭我們經過小馬斬, 不過那裡已經變了一個停車場, 不知道為什麼, 但裡面是有很多, 文物的, 是啊, 有很多, 當時建國的時候, 一些指揮部, 這樣的文物, 但是變了停車場, 我覺得都很奇怪, 好, 這裏是中山五路, 自從改造過之後, 北京路這邊多了很多, 類似這樣的騎樓, 以前這部分不是騎樓來的, 以前這部分不是騎樓來的, 現在是騎樓, 好,等到熱天的時候, 便可以多些, 遊人可以在這裏走, 我們見到前面這個, 之前有觀眾問過我, 關於工作室的問題, 現在我們眼前見這個, 都是其中一個工作室, 不過當然我不是租這裏, 這個是好貴的, 我亦都沒有必要在北京路租, 這個好貴的, 這個是我租北部的, 前面這個, 新聞路, 沒錯, 這裏遊客不會進來的, 遊客不會進來新聞路, 這裏以前交電話費要來這裏, 還有這裏有個好出名的餐廳, 不過已經倒閉了, 在另外那邊門都可以進去, 就是左邊的京保餐廳, 以前好出名的, 但是現在倒閉了, 還有我爸爸最喜歡的, 集馬齋, 但我剛才, 我們等一陣, 進去看見, 都是沒有開門的, 後邊還有一個, 居民樓, 再後邊是廣北, 我們先進去看看, 不是喔, 原來都是, 還沒倒閉的, 只是人少一點, 我們在這裏看看就算了, 原來真的還沒倒閉的, 還有展覽, 好, 那我們就走出去了, 對面就是我們前幾天, 錄影時候的, 進去的昌興街, 當然這部分不是昌興街, 在後邊才是, 後邊才是, 我們就在這裏轉右, 過回去北京路, 過回去北京路, 嗯, 在我直播的時候呢, 我們是去上下九的, 當時直播的時候, 早上九點幾, 十點那樣, 沒有什麼人, 上下九, 當時我和大家分析都說, 會不會是, 因為, 第一, 他正在改造, 上下九, 環街那一部分, 兩個大的, 酒樓也都不在路的中間, 然後, 最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他太熱了, 如果夏天是走的話, 太熱了, 北京路, 北京路這邊, 做得幾好的, 大家看見, 買不買是一回事, 我們起碼可以有一個, 不需要太熱, 或者, 日頭直接曬到的地方, 來購物, 那, 怎麼都買得舒服一點, 太熱的人會很煩躁的, 是吧? 還有, 和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這條片, 大家可以留意下哪部分是最旺的, 是, 是, 到到, 影片最後, 走進去, 衛福西路, 那部分是最旺的, 那裏全部都是食物, 還有, 最後會有個小插曲, 不過, 等到我們最後, 才跟大家說, 好不好? 我們說回, 畫面, 北京路, 大家看見, 這裏應該是, 如果不是夏天的時候, 這裏是超級多人的, 但是, 大家看見, 這樣曬發, 很要命的, 人就少了很多, 全部都躲進去, 旗樓底, 當然是, 不, 就算樹底也好, 暴曬, 不行的, 看新聞說, 在北方很多地方, 都還是剛剛春天, 就是剛剛離開了冬天, 剛剛入春, 廣州已經熱到這麼淒涼了, 咦, 我們看見, 這裏有很多人, 有肥仔在拍什麼呢? 我們過去看一條肥仔拍什麼, 藍色衣服那條肥仔, 這裏有多少人, 我們過去先, 原來是一個廣州城的, 這個怎麼說呢? 這個怎麼說呢? 模型, 是不是? 肥仔在這裏, 好認真地拍, 哇, 你看, 多好手勢, 懂得拍, 在這裏拍, 這些建築物, 不過, 通常認得這些都是外地人來的, 好多舊的路名, 不知道大家還認得的一個呢? 好啦, 那我們繼續走, 走過來這邊看看, 在我們左手邊這棟建築物, 其實已經變成了廣伯的一個商場, 我一次都未去過的, 一次都未去過的, 就是這裏了, 如果我們繼續在這個方向, 看過去, 一隻去就是十三宗文德路那邊的方向, 好, 沒東西看, 那我們就走出來, 嘩, 看看主路這邊多熱鬧, 在上兩次, 中山路直播的時候呢, 有觀眾跟我說, 說外文書店是在, 建文這邊的, 我想問問大家, 是不是就是這間呢? 小時候, 我媽媽帶過我來這裏買書的, 但是, 好像當時不是叫外文書店, 可能我記錯了, 是的, 如果有知道的觀眾, 在後台留言, 好, 那隔壁, 他這裏隔壁就, 大家應該, 都不會陌生了, 就是清宮, 但是我們今天不會進去的, 因為他們在搞那些, 周年慶, 是啊, 周年慶, 有很多宣傳資料, 我們沒有理由去和大家讀宣傳資料, 是不是? 我們今天是來看人的, 果然, 北京路真是熱鬧很多, 如果上次有看直播, 觀眾知道, 上次我們八點幾鐘開始, 當然沒有人, 當時還在製造這些, 卡塔, 賣東西, 現在已經製好了, 這個賣種, 王上王, 是不是? 還有很多市民, 在這裏休息, 一個小朋友這麼小, 就已經, 喝酸奶來, 我以為是, 快餐店的可樂, 哈哈, 果然是有很多, 外地遊客, 還有這個, 鯨魚牌子, 他每天都做特價的, 以前這個位應該是, 佐丹路吧,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再數回之前, 應該是文一的, 是的, 應該是文一,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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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筆, 賣, 孫子的地方, 賣, 賣, 賣畫畫的東西, 我小時候學畫畫的時候, 都經常來這裏買的, 好,我們又走出去了, 對面這個亨達中標, 還在這裏, 還未搬走, 好, 還有當賣金的, 還有這個賣魷魚的, 這個賣魷魚的, 這個賣魷魚蠻好吃的, 不過醫生說我血壓高, 不要吃那麼鹹的東西, 那又沒有賣給老婆吃, 好, 那我們又過回來這邊, 那邊沒有東西看的, 我原先打算又去買杯飲品的, 想想一下都是算的, 看看價錢都幾貴, 我們看見對面這個位置, 是賣化妝品的, 有沒有觀眾可以告訴我, 究竟哪個位才是文一呢? 究竟是我們現在這個位, 以前是文一, 還是剛才賣魷魚蠻, 那邊那個位才是文一呢? 我不太記得,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 先頭那邊是左單路, 以前啦, 我講以前, 現在這裏是文一, 好,我相信一定有觀眾知道的, 我們繼續走吧, 這裏賣飲品的, 這個是賣紫菜, 租金都不便宜, 賣紫菜可以不可以的, 我們進來書院街看看, 以前我都不會怎麼進來書院街的, 因為我以前, 有跟開我頻道的觀眾知道, 我以前在華僑中學讀書, 那要過來這裏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來的, 前邊這裏就是書院街, 看來沒有什麼, 以前這裏好像是可以穿到過大佛寺的, 但是都是很久之前的事, 這裏也沒有什麼餐廳, 通常走這裏都是要上去快餐店的, 上去快餐店, 因為快餐店門口那邊人多, 我們就現在走過對面, 我們進去李白行轉轉, 整條北京路, 我覺得這裏是最冷清的一個地方, 開頭我們見到會有很多賣衣服, 路尾, 我們去到衛福路, 有很多食物, 這部分我覺得是比較冷清的, 相比之下, 但當然, 好嗎? 好嗎? 上下九五, 當然是好過的, 還有這個也是賣童裝的, 那些牌子我都不太吃, 價錢都不算好貴, 八多元幾件, 小朋友過來, 可以配襯一身漂亮衣服, 我們看看這裏, 小朋友, 九十九元兩件, 中童這些是, 九十九元兩件, 這個買一送一, 這些都算是童裝的, 不過, 生得小一點都可以穿的, 通常去到一六零, 一五零, 一五零, 九十九兩件, 有些女生生得小一點都可以穿這些, 哈哈, 這邊通常價錢會貴少少, 剛才那個特賣場, 如果換在以前, 上到二樓三樓, 價錢便宜得更驚人, 看見很多人買到累了, 就在這裏休息一下, 這裏竟然還在賣利公文, 哈哈, 還買毛巾, 五至十八元, 又不貴, 我們在這角度再看看, 北京路, 對面就是廣白, 我們進去李白行看看, 李白行看看, 等待我們才穿過廣白, 好, 就在這裏, 見到都有人出來的, 不知道大家多久未來過北京路呢, 早十年八年前, 當時北京路都還是幾亂, 或者不要說叫亂, 有很多外國人,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 兜搭外國人, 跟他們說, 就是叫他們買手錶, 專門進行業, 那些手錶當然是假貨, 但當然價錢便宜很多, 會有見到很多這些, 但現在就肯定沒有, 城館一早攀走的那些人, 這裏李白, 很可愛時候同學住在這裏, 但是我都忘記了怎樣轉進去, 這裏還有一間奇美, 這裏就是總店來的, 奇美的總店, 就在這裏, 在這裏可以穿上個余山市, 但是我們不在這裏轉著, 我們出去走一下廣白, 先, 也有點熱, 進去吹吹空調, 這裏還有當, 喝奶茶, 吃蛋撻的地方, 不過裏面人比較多, 而且我還沒拍完片, 沒理由去吃東西, 對吧? 好, 那我們就出回來, 廣白這個口, 大家看一下, 是幾有氣派的, 它的裝修, 好多牌子, 他們要進注, 廣白都要給錢, 賣不出是一回事, 賣不出都要交租, 所以廣白就是靠這些支持, 有很多牌子, 它始終都是要做廣告, 類似的, 那樣的形式, 所以他們都是會賣錢, 你說這個場, 賣不賣到, 賣那麼多錢呢? 那就未必了, 但是如果出於宣傳的作用, 值的, 他們肯定計算過數, 他們不是傻子, 對不對? 好像這些牌子那樣, 你說在這裏, 賣不賣回租金呢? 我覺得未, 未必賣得回, 但是如果作為宣傳, 是絕對值的, 看見很多老人家, 走進來偷糧, 我也很多年來過港百, 是的, 以前讀書的時候, 有時會來買飲品, 樓下有個超市, 會過來快餐店, 因為橋中最近的快餐店就是這裏, 那麽後來, 動漫星城開了, 我已經畢業了, 那麽就是另外一回事成了, 我們見到, 進來廣北見到, 是很多賣化妝品的, 不過我不是很認識, 這牌子好像都未聽過, 這個好像聽過一下, 這個都放得很美啊, Counter, 這個我就聽過了, 還有他們會設些Counter, 有些姐姐幫人家化妝, 然後銷售他們的產品, 還有這個, 這個牌子我認識了, 我和太太去, 去泰國曼谷的時候, 見到那些空姐, 一袋一袋的拿走, 我們又跟風一起買, 是很划算的, 很多洗臉的, 或者美白的, 就是太陽油, 簡單來說就是, 都好適合買, 都好適合買, 這裏比較貴, 最低就是去曼谷, 去曼谷賣, 是的, 咦, 我們見到一堆人, 在這裡排隊, 究竟做甚麼呢, 我們去八卦一下, 有男有女, 有小孩子, 究竟是甚麼呢, 我們去看看, 有一個, 銷子姐姐, 這個銷子姐姐, 這麼瘦, 好像沒有吃飯一樣, 很多人在這裏排隊, 可能他們是在換一些, 贈品吧, 在這裏登記資料, 這些熱鬧我們不要去抽, 我們出來看見, 更多人, 登記完之後, 就在這裏, 拿一份贈品, 我們見到鏡頭的前邊, 這裏就是西湖露勒, 一個大佛寺, 到夜晚的時候, 很美的, 它開齊的燈, 好值得來拍一張相片, 好值得來拍一張相片, 我剛起床的時候, 我和太太, 和女兒都有過來拍的, 當時, 好, 我們繼續向前走, 現在我們走著西湖露, 西湖露的尾, 前邊呢, 天河盛百貨, 我覺得呢, 整條北京路, 最冷清的, 商場呢, 就是前邊, 天河盛百貨, 我覺得它, 它起的名字, 是有點問題的, 它是越海集團1的, 如果沒有記錯, 越海集團就是, 就是, 控制著, 天河盛, 就是天河, 那個天河盛, 的公司, 就是國企來的, 國企來的, 不是國人來的, 然後, 它想將品牌, 發大來搞, 周圍都有天河盛百貨, 那就是, 起到北京路, 但問題來了, 一個這麼美的地方, 一個這麼好的位置, 你跟我說, 我去天河盛百貨, 我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我當然是天河的, 是不是, 我當然是天河那間, 我怎麼會想像到來這間呢, 以前都更好一點, 以前這裡有幾個, 茶餐廳都挺好的, 現在好像不知, 撿鬼了還是怎樣, 是啊, 冷清了好多, 是啊, 反而樓下這裡, 這幾個, 賣這些小食的, 開了, 真的20年都有, 一樣在共和, 以前, 就更旺了, 這個位置, 以前, 不知大家記不記得, 這裡是賣什麼, 賣一些魷魚啊, 烤魷魚啊, 麥魚丸啊, 那些麵啊, 那些麵啊, 那樣的, 現在都還在賣這些, 一樣還是這麼旺, 當然啦, 沒有以前這麼旺的, 以前不旺很多, 賣一些小食的, 牛雜啊, 什麼豬腸粉啊, 不便宜的, 他賣得, 好, 好, 我們在這裡慢慢走過去, 哇, 大家看到這兩個人, 穿得好像, 一個古代人一樣, 沒錯啦, 我們前面這個就是, 天河城百貨了, 這裏, 怎麼說呢, 食肆開得愈來愈多啦, 但是, 來的人有少, 即使他流行看見, 會有百佳, 他有百佳的, 但是, 你想想, 如果我是一個, 遊客, 我怎麼會來, 來來逛街去, 百佳購物, 我去買條魚回家, 有時候我把電風扇回家, 是, 這些定位是很有問題的, 我覺得, 大家也不要這樣想法, 是不是, 我是一個遊客, 我來買一把電風扇, 很便宜的, 電風扇, 是吧, 我來百佳買一把電風扇, 我來看一把電風扇花臉, 是黏巾的, 而且呢, 現在很多, 賣車的, 本地的品牌都會進入商場 等待我們都會看到本地的品牌 在製作推廣 有電影院、咖啡、意粉屋 其實也有很多食物 我們在這裏走進去 如果到秋天或冬天應該會比較好走 熱天就真的要命 始終不跟廣伯那邊 廣伯一直都有騎樓轉進去 看見都很有氣派 到夜晚的時候可以暈的燈 樓上還有電影院 現在看一場電影 三十多四十元 就算過到北京路也是差不多的價錢 如果有些遠一點的 偏遠一點的 比如去到東浦那些 二十多元都可能可以 沒有以前那麼貴 依然看出去四五十元 真的看不起 現在便宜了很多 現在便宜了很多 但這個不跟疫情有任何關係 跟疫情有任何關係 要貴也是要貴 始終要便宜 沒錯 我們進來了 相比廣伯就確實 他的氛圍差一點 人亦都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種氣派在這裡 雖然有一間金舖 都是沒有什麼顧客的 這裏也是賣錶的 這裏就是賣車的Counter 這個國產的牌子 這個應該是全期的 廣氣全期的 這個G字 這個不錯 他做得不錯 價錢也不是很貴 但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 本地的的士 都是駕駛這個牌子 如果我買了這部車 人家一看 為什麼駕駛的士出來呢 除了沒有印著的士 那些字 什麼白雲那些字之外 跟這部的士是一模一樣的 對呀 好搞笑 所以 不知道他怎麼賣到 我們看到有兩間 賣手機的牌子 一個美國 一個中國的 然後有一間便利店 再來就是 賣手袋 沒有什麼人 還有這個 Bossini 變了特價牆 幾便宜的 我女兒 跟老婆經常去買 因為那些尺寸適合 選得適合尺寸適合 20元都有交易 我們繼續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穿上 魚山市 老實實 我真的沒有查過資料 那裏是否叫魚山市 即是消防局門口 39宗的位置 應該沒錯 以前最有名的 應該是 應該是 脆香 乳鴿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那裏有當食乳鴿 好出名的 好出名 每一次走過 都聞到它的香味 超級 我們看看這邊 有個賣奶茶的 便宜的 就是我之前和大家講過的 喜茶的 一個便宜的 那條拉 都要十幾元 杯的 裝修很特別的 好 那我們在這裏穿出來 一家三口 在這裏 在這裏 吃眼 意肚 這裏幾舒服的 坐在這裏吃東西都 還有以前有一間 很出名的日本餐廳 現在好像沒有製造 我有時都很喜歡 會過來這裏吃 我們見到前邊 這個紅色這裏 就是 我們穿過這裏 就是消防局 這裏就是余山市 我曾經有一次經過這裏 不過是早上 前邊紅色的那裏 是一個餐廳 突然火燭 那 就是報警 火燭 接著那些消防員 是不用出車的 直接出喉 在消防局拉過去 因為 都是這麼近 出車都沒用 因為我們旁邊就是消防局 全廣州應該是第一個消防局 未考究過 不過它已經是文物 即是歷史建築物 好 那我們穿出來 文德路 我們見到現在這段路 相對沒有那麼旺 對面會旺些 對面麗刀下面會旺些 因為那邊很多餐廳 只不過剛好被巴士遮住了 這裏是北京路口 然後在對面麗刀旁邊 還有養中街 養中會 然後我們這裏 一路往前走 就是永漢電影院 不過呢 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拍攝的時候 其實是兩部機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出 我想給大家看看 榮漢電源 不過剛好有個姐姐在 買內衣 我就不拍過去了 因為上次和直播都給大家看過 我也不要太暗沉了 我另外一個機會是拍到永漢電源 一個阿姨在買貼身用品 就是這裏 不要看太多了 好笑話說完 我們回到這個 大南路北京路的交界 這裏很旺 來到這裏也是我認為 就是去到北京路最旺的一部份 前邊就是大南路 然後在這裏過去就是 維福路 我們還見到一個 航空公司廣告 航空公司還有錢買廣告嗎 好笑話 果然 這裏還有一個免費口罩機 免費送口罩 你只會拿手機出來 索數 用你的微信 即是微信 關注了它 它不停地向你推送廣告 你就可以換一個口罩 抵不抵就不知道 好 我們來到維福東路 上兩星期 我們做直播的時候 就從這裏開始 因為當時 工作日之後 早8點幾 當然沒有人 大家現在看看 人多到 這個搞笑話 叫沙膽標 炭老牛雜煲 在旁邊就是喜茶 以前喜茶這個位置 應該是吃回轉壽司 現在沒有做 大家數不數到有幾多間飲奶茶 旁邊還有我最喜歡的泰國餐廳 我們去門口看看 這裡寫著有個手工串串 即是吃那些辣的一串串的 那些肉 把肉串到一串串的 我們現在說回 這個泰國餐廳 這個是我認為 全廣州 其中一間最正宗的泰國餐廳 我們過來看看 還有兩個外國人在等 我們不進去了 你看看 那些裝修 是 真的好有泰國的感覺 這邊一有食人就多了 你看排隊 都要等 有些美女 這個衛生東街 以前衛生路小學就在這裏 衛生西路小學應該是 在大佛市那邊 不過沒有了 是一間沒有了的學校 這裏更好 有歌神 呂冠傑 將漂亮的照片在這裏 老闆放了幾多 音響節給在這裏 財神都 正呀 好 那我們繼續走 我們再走過去 人多點那邊看看 對面有間糖水泡 好出名的 做了很多年 還有 喝奶茶 Coco Coco 應該會是 在海外開得最多的一個奶茶店 我在菲律賓見過 菲律賓我不是見到店 我是見到廣告的 我跟太太去菲律賓有時候見過 我在曼谷見過 曼谷地鐵站見過 真的見到店 馬來西亞沒練過 我只去過這幾個國家 好像澳門都有 銀記 銀記不算貴 十多元 最貴的那樣 二十二元 就在大佛寺旁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 我們見到 直播時有當 牛腩麵 差不多三十元 只有幾塊牛腩 幾條麵 看來銀記都不算貴 是否一來到吃東西的地方 人就多了 來到這裏 我們突然間 發生了少少問題 在前面 就是我們見到有個阿伊 他可能精神有些問題 在路中間 大家見到嗎 有好多警察圍著 當然他也不讓我錄影 但他是很斯文那種 他不是說 推我到地上 不讓我拍攝 搶那些 沒有的 絕對沒有的 他真的很溫柔 走啦 不要看啦 走啦 不要看啦 沒有我們想像的那些 你走啦 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都是很安靜地請我們走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繼續拍下去 不過他 因為這個阿伊在擾讓 所以搞到 很多事情拍不到 沒有辦法 是吧 可能天氣熱 很多精神病患者 都會在這個時候發作 希望妥善處理到 還有 在我離開衛福東的時候 你也都見到 很多警察 很多 比較特殊的警察 可能是 談判專家 或者各種 因為這裏 在公公公國過來 其實真的 開車很近的 好了 我們又淫尋完一輪 都不是想像的那麼差 警察先生 都是 不想 搞到 這麼亂 大家這麼擔驚受怕 好了 走完整條北京路了 確實是很熱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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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值得 一例 只是為了美食都值得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 好 多謝各位觀眾 看到這裏 如果 你覺得 我拍得挺好的 請你給我一個like 多謝你 拜拜